大家好,这里是大小的解说,我是段小语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部 小伙给母亲守灵,吃掉了供台上的面条 结果,惹获上身的电影 影片开始,一个老母亲用叔叔的电话 虚弱地给儿子打去电话 说自己快不行了 现在是叔叔在照顾着自己 他担心不争气的儿子将来会没有饭吃 告诉他在家里的堂屋地底下 给儿子留了一个宝贝 不久之后,吊儿郎当的儿子大幕回到家里 他只是轻轻地看了一眼母亲的遗像 好像母亲的死跟他没有关系一样 在短暂地休息之后 他开始吹着口哨 在这个节能的灵堂里闲逛 似乎在寻找宝贝的位置 突然,一阵阴风吹过 吹灭了照明的煤油灯 大幕上前查看 发现墙上有一个洞 他好奇地伸脖子过去 突然,一只血红的大眼睛吓了他一跳 大幕定了顶神 再次小心翼地看过去 却什么也没看到 他以为是自己的幻觉 并没有多想 转身来到母亲的棺材前 发现棺材盖还没盖上 他本想看一眼市群的母亲 可最终,还是没有拿个胆 此时他注意到了 供台上留着一碗面条 又累又饿的他没有多想 端起面条就囊吞虎咽地吃了起来 就在药吃完的时候 他在碗里发现了一把钥匙 详细母亲去实际地拿通电话 他顿时来了精神 从包里拿出一把铁桥后 他开始在家里各个角落 寻找那个宝藏 可是翻遍了整件物质 都没有发现任何有价值的东西 他随手把铁往地上一扔 铁桥居然稳稳地溺在地面 这说明一度被人冲动过 大幕欣喜异常 开始沿着铁桥插入的方向 开始向下挖 忽然在地底发现了一个盒子 他精神拿起了盒子 没想到盒子下面惊压着一条蛇 一阵惊吓之后 大幕开始和蛇进行了长达五分钟的对抗 结果大幕不敌 但他有智商 慢慢地将蛇引到了棺材里 然后盖上盖子 大功告成之后 大幕来到水缸旁洗了把脸 结果这个傻缺却把钥匙掉进了缸里 他不得不伸手去剑 突然水缸里双手拿住了他 直接把他拉入了深不见底的海里 海里有一个和母亲一模一样的棺材 吓得大幕赶紧爬了上来 心有余悸的他完全不知道 刚刚是现实还是幻觉 好在钥匙还被自己紧紧握在手里 耽误自己是去看看宝贝 然后离开这个穷乡屁郎 可在他用钥匙打开箱子的时候 却发现这把钥匙根本就跟箱子不配套 他只好用蛮你打开了箱子 却发现里面空空如也 哪里有什么宝贝 大幕灵机一动 轻想既然这个箱子不是 那下面一定还藏着宝贝 于是继续往下挖 果然在下面又发现了箱子 可钥匙依然不配套 他用蛮你打开后 箱子里也是什么也没有 大幕开始抓狂 疯狂地挖着宝贝 出现的全都是一模一样的盒子 没有一个盒子和钥匙配套 而且打开后 里面都是空的 大幕精神逐渐崩溃 体力耗尽的他渐渐昏睡过去 等他醒来时 却发现自己被捆在了棺材里 叫天天不饮 叫地地不宁 他还以为是寨主找上了门 开始不断地求饶 可外面哪里有人 突然腿边出现了一条蛇 吓得大幕一阵激动 他忽然意识到 蛇应该在棺材里 那他肯定也在棺材中关着 于是费了全身的劲 打开棺材盖 最终爬了出来 大幕狼狈地爬在地上 忽闻身后传来哭泣的声音 转身一看 却是自己的清凉 正在给灵堂烧纸 嘴里不断地说着 儿啊 一赌博输了钱 娘为你还债 你还是恶惜不改 最终被人活活打死 大幕不明所以地走过去一看 竟发现一向变成了自己 他要跟娘说话 可根本发不出声音 他伸手想要拉娘一把 却根本无法触碰到她 转身一看 原本已经被自己 挖出大洞的堂物 又恢复如初 大幕不敢相信眼前的一切 难道之前遇到的所有的事情 都是幻觉吗 难道失去的根本不是母亲 而是自己吗 正在大幕绝望的时候 突然画面一转 大幕从地上醒了过来 看着手臂上被蛇咬过的伤口 想起叔叔曾经说过的话 被毒蛇咬过之后 轻折昏迷 出现幻觉 重折当场葛屁 他一下子明白过来 刚刚那只过过是一场梦 自己只是中毒了 心有余悸的他 开始释出查看 果然看见共态上 还是娘的遗照 这下他才放下心来 为了再确定一下 他决定打开棺材看一看 当棺材盖打开 大幕害怕地揭开 遮掩布之后 竟发现 躺在棺材里的居然是 脑连事的自己 吓得大幕又从地上清醒过来 看了看手上 被蛇咬伤的伤口 还有这唯一如既往的环境 大幕安慰自己 这都是幻觉 可他的精神已经到了 崩溃的边缘 他再一次打开棺材 想看看到底 是不是母亲躺在里面 可当棺材盖打开 里面近是空空如也 哪里有母亲的遗体 这一切的一切 让大幕彻底崩溃 无意间他看见 床底又塌下去一部分 明显床上有什么东西 大幕上前 小心地揭开了被子 才发现 已经过世的老梁 正端正地躺在床上 突然 阴风四起 雷声大作 大风吹灭了照明的油灯 大幕费了好大的劲 才把油灯重新点燃 却在微弱的灯光下 看见自己的母亲 正从床上爬起来 一个闪现 就来到他的身后 大幕来不及躲开 就被吓得倒在地上 昏迷过去 不多久 大幕再次醒了过来 他恍惚地看着石周 母亲并没有离开 而是开始质问大幕 说大幕并不是他的儿子 他早就听说 大幕有个朋友叫东霓 一定是东霓听说 大幕家藏了宝贝 所以偷偷过来 想要拿走宝贝 大幕此时已经吓得 魂不守舍 刚要逃走 又被山羊给撞晕过去 不久 大幕再次醒过来 我真是醉了 就不停地晕 不停地醒 这时他似乎坦然的不少 不慌不忙地看了一下宁堂 最后打开了房间的门 一阵清风拂过 他感觉到 从未有过的安宁 画面一转 大幕正在做催眠治疗 他终于认清了自己 他就是那个沉默寡言 善良懂事的大幕 原来大幕有着双重人格 另一个人格就是东霓 画面再次回到宁堂 找回之后的大幕 看着床上已经失去的母亲 终于忍不住跪在床前 眼泪哗哗地流下来 想起母亲曾经的英容小貌 大幕哭得撕心裂肺 直至天空开始下雨 一个闪电 击中了母亲的床 床上瞬间起火 大幕急忙把母亲 抱到了棺材旁边 在扑灭大火之后 大幕心疼地摸着母亲的手 无意中发现 母亲的手上 居然也有过 一个被蛇咬过的伤口 大幕当时就愣在当场 想起叔叔的话 母亲很可能 是被叔叔害死的 他很有可能 也在寄予母亲留给大幕的宝贝 回想起刚进门时 从洞口看到的那只眼睛 确定就是叔叔无疑 大幕一时 无法接受这个奇怪的设定 仇恨占据了 他的整个心灵 可转念一想 还是先处理 母亲的后事要紧 就在此时 电话响了 是心理医生打过来的 截动后的第一句话 就是问 他是谁 大幕说 自己叫大幕 这是医生才放下心来 医生告诉他 他有着双重人格 当大幕去到大城市之后 性格孤僻的他 活得很压抑 潜意识里 想释放自己 于是就幻想出 东里这个假身份 用东里这个名字 出去释放自己 为非作呆 后来 这两个身份 不再受大幕的控制 开始控制大幕 大幕逐渐分不清 自己到底是谁 是个怎样的人 最后医生提醒他 千万不能睡着 否则那个可恶的东里 就会再次出现 一定要住一个 善良孝顺的孩子 因为他本来就是 一席电话 让大幕明白了 所有的真相 只是因为自己不争气 才害哭了母亲 为了不让自己睡过去 他用力地 掐着自己受伤的手 疼痛让他无法睡眠 更留下了悔恨的眼泪 打起精神后 大幕缓缓地将母亲抱起 稳稳地放进了棺材中 披上麻 带上笑 他要好好的送中母亲 这最后一程 大幕眼泪鼻涕一大巴 他已经哭不出任何声音 如果不是自己 那么不争气 犯下那么多的错 母亲也不会就吃离世 他还来不及 报答母亲的养育之恩 就已经是阴阳相隔 这时 屋里的山羊 不小心撞到了供台 供台上的面条碗 掉了下来 大幕刚想把碗拿起来 却发现 那个碗 却异常地丝滑 突然 他想起母亲 留给自己的宝贝 把碗翻过来一看 那个大幕 从小用来吃面的碗 原来是个古董 这是母亲 留给他的唯一遗物 整整一夜的手铃 让大幕十分匮乏 他却不敢 让自己入睡 迷迷糊糊中 他看见那个 另外的自己 东霓走进了灵堂 就跟他最初 走进来一样 母亲的死对他来说 一点影响都没有 他回来的唯一目的就是 找到母亲 留给他的宝贝 此时 他看见一个神秘人 正在盯着棺材 东霓好奇地 走过去查看 神秘人却突然开头 让东霓躺进去试试 而东霓就这么 为时神差地 躺了进去 结果刚进去 还没睡稳 神秘人就将棺材板 都盯上了 这也预示着 大姆心中的那个坏人的人格 被彻底封印到了地下 现在的大姆 又回到了曾经那个 善良孝顺的大姆 影片的最后 大姆好生 安葬了他最对不起的母亲 大姆的叔叔 也最终因杀人罪而落网 本片最让我感动的是 大姆在母亲床前 内疚的痛哭 因为演技很到位 这是小成本电影 很难看到的 本片的中心思想 就是孝顺 支线有拦住的两重人格 叔叔用毒蛇 谋夺传家宝 电影里穿插着这些情节 本身应该还不错 但实际效果不太理想 看的人云里雾里的 我解说的也不太清楚 总的来说 整部影片的耗费 应该相当少 场景没有变换 演员就两个 但是我认为 他是成功的 演员演技到位 剧中有惊悚 有感人 而且他真的很特别 好了 见到这里 请原谅我大舌头 请原谅我大舌头